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南投首座大型亲子生态公园 占地约2.6公寝的园区 有5公尺高的巨型彩虹溜滑梯 和多组大型复合式游乐设施 加上宽敞的大草皮与生态步道 如今成为周末假日南投亲子旅游的口袋名单 这边就是环境很好 然后空气也不错 然后设施就是设备都蛮符合小孩子的需求 那有没有喜欢哪个游乐设施 电话题 我们因为南投有一个这么大型的游乐团游乐园 然后盖小朋友来这边卡清 感觉很不错 因为现在我们南投县 这个亲子公园可以说是 蛾桶公园可以说是 除了中心新春 那个蛾桶公园其他就没有了 所以就一直想说 能够找一块比较大便机的一个场地 来兴建那个蛾桶公园 让蛾桶公园到傍晚或是假日 我们所有的县民 都可以带小孩子到这边来玩耍 为了让亲子生态园区环境更加绿美化 特别在生态园区栽种各种树苗 园区的环状步道 种植了洛宇松及台湾校南 还设有生态池 能够让孩子除了玩耍之余 也能亲近大自然 当初最原始的一个想法 是提供一个大的草皮绿率 让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 在草皮上面去奔跑 让他有一些活动的空间 包括这些草皮跟这些植栽 也把原来的这些植栽保留下来 那另外做一个比较整体性跟系统性的一个规划 所以当初在规划也是利用现有的地形 去打造一个类似新型的这样的一个土壤 那结合了园区里面有所谓的生态池 也是把所谓的现阶段的这些生态教育 认识植物或者是这个景观植物等等这些 那能够去做一些搭配 那主要还是在这个场域里面 请您的南投民间的交流道 在南来北往的这些游客 路过南投你都建议他可以放慢脚步 有点类似像休息站 可以到这边做一个短暂的休息 南投县政府已跨出重要的第一步 建立全县首座大型亲子共荣公园 园区交通便利 不但是和全家一起来玩 更渴望能成为南投县新游器据点与新地标 民间亲子生态园区在 南投具有丰富的竹林资源 各区领主将晒干的树枝跟竹子烧成生物炭 来作为土地活化的黑金 而且为了要减少农村的农业废弃物 环球科技大学张子健教授 也特地前往各社区进行实地教学 活化在地的农业 因为在那边第一个喇叭 然后它的火焰铃铃铛 就是想抱着所有长生的 那个原理它的成一只途边泡的水 里面的工资 这个地团用度很大 你看我们在泡地的时候 我们也特地把它淋在水里 淋在水里面就放了 也特地水它这样可以吸附 把不好的重金属 其他的不好的东西吸附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可以煮饭 它会让饭米饭更Q 它可以完全熟度会均衡 这个效果很好 农民他们回馈了 就是今天就说化学肥料他们知道说 其实也没那么好 只是它肥效快嘛 但是它也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他们用了这个生物碳 跟化学肥料结合之后呢 那种出来的那个猪菜水果 是很接近用有机肥种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鼓励农民去开发的 那如果它跟这个生物碳 做某一个比例的混合之后 它可以大大的减少那个用量 对于农民的生产成本的降低 是很有帮助的 我以前在种素材的时候就是说 你种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要开始撕肥了 你就要开始放有机肥 还是化学肥料一点点的化学肥料 但是之后呢 我感觉 我就去计生物碳了 用反效性 当我把生物碳变一个反效性肥料了 诶 我感觉 诶 我在种 雷尖我的素材 我没有病虫海的疫病那种做出来 走出来之后 到来我们的蜘蛛会感觉 诶 好像都不会缺肥的样子 都不感觉欠肥 会反昂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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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